我老公昨晚没回家 然后早上8点多给我发了个小视频 意思是让我看昨晚喝多了在谁谁谁家住 然后后面还加了一句 你也不知道给我打的电话 我没有回复 我心想我就是给你打了 你那会在兴头上会回来吗 其实他平时不管是晚回来或是不回来 我都很少给他打电话 结婚七八年了 好像就第一年给他打过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话算话 准时回来过 整得太生气我也生气 后来就懒得打了 没有意义的事情吗 少做 其实很多女人催着老公早点回来 是怕他在外面做坏事 但是说实在的 他要真想做 不管是晚上8点回还是12点回 都不影响做 你防得了今天 防不了明天 一年365天 不可能天天24小时跟着他 所以催也没有用 其实人到中年 平的更多的是良心和自觉 有些男人受管教 有些男人管不了 受管教的不一定是真听话 管不了的 更没有必要跟他生闷气 其实我们归根结底 要的是安全感 但很多人搞反了 你整天把注意力围着老公和孩子转 他们会很有安全感 更有甚者会觉得你的付出和劳累理所应当 所以结婚以后 我们更多的是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多去心疼和爱惜自己 只有你自己越来越好的时候 他们的注意力才会跟着你跑